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跌这么多了 什么股票可以强短 跌这么多了 如果要避险放空 又什么股票可以放空 大概是这两个啦 可是现在的一个所谓盘面上 它有个很尴尬的心态 我觉得很尴尬的心态就是 其实如果你去看 我跟他讲 其实这个国具他是有机会的 对不对 只是说我们强短的时间可能早了一点 不过你去看到他今天是爆大量 爆大量 我跟他讲这个有机会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你要看他整体的一个特殊筹码的角度 因为现在其实 我觉得今天比较大 今天一早开盘 指数其实没有跌很多 然后拉到快平盘 这地方是因为大家每一次啊 每一次看到 融资大减的隔一天啊 大家信心就来了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 反正融资大减的就是那种相对性 恐慌性沙盘的一个 一种表现嘛 那可是问题是 如果你去算筹码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现在你到底要假设什么股票你可以买 那什么股票你可以空 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点位 来 我跟大家讲这个 这是现在人气最高的 包含被动元件 包含细晶元 而且被动元件跟细晶元 他们的所谓的跌幅也是相当相当的重 跌幅相当相当的重 我举一档例子给大家看好了 先看这个合金 可是我们跟大家还好分享 你看一下这个合金 从到九月底 就是到九月底之前 那中股东人数是87809人 特殊筹码占比是四成 最高特殊筹码占比是52 特殊筹码就是持股超过四百张的大股东 从这地方开始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到这里 你看一下这叫6182 如果你看合金的话 其实在这里 你很容易被骗进去 因为在这个地方 你就要跌很多 对不对 很容易被骗进去 我跟大家说这个不能买 对不对 我节目上跟大家讲很清楚 讲完这隔天他就去长 我说这要放空了 接着他就去长 对不对 那现在在这里 很多人猜都会猜错 因为大家猜的方向一样 这一波跌很深 一旦反弹大家要做同样的动作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一旦反弹大家都做同样的动作 这次是买盘捷径 买盘捷径之后他就下来了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上不去 很简单 到九月底的时候 他特殊筹码还在减少 中股东人数在增加 在十月开始到目前为止 他中股东人数又增加了 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一人 又增加了 特殊筹码还在卖 也就是说其实他这个从往是一直在卖超的 那就算跌很深喔 还是卖超 所以你得到一个答案就不能买 对不对 那也许啦 我跟大家说 现在比较刺激的应该是类似这个 这个比较刺激啊 这个我们都没有买喔 从一百八十几加跌下来 我都没有买 这档我也都没有买 可是这个一旦买对 有很大价差 从六百四到两百 两百多 这会有很大价差 不过什么时候买 这个是个很大的艺术 很高很高的艺术 我跟大家讲喔 如果我们把整个环境做个客观的分析 也许我们晚一点买会更好 在讲说 他从六百多点到这里是不是很诱人 六百多点到这里随便反弹一下 都很大 没有错 台胜科也是一样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买 第一个 筹码到现在还没有 就是完全保证你一定会赢啊 不过他特殊筹码占比是高的 另外呢 大环境的一个影响 我先跟大家讲大环境 你客观来讲之后 我再告诉你我们的策略 操作上面的很重要的策略 会跟很多一般投资朋友不一样 来先看这个 这是今天一早的时候我们看到 中国人行他降准 就是把他的利率降低 他总共释出1.2兆人民币 这代表什么 代表着其实上个礼拜 入股市休市 上个礼拜入股休市 雅谷全面中错的话 你可以预见大概今天会补跌 大概今天会补跌 所以一开始 一开始整个一个中国政府 他就直接就给你降准 降准还是跌 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地方卖压有点重 而这个卖压他其实应该算是 就像假设你那个房子斜斜的 如果斜一点点的话 你很好救 如果歪很多就掉下来 你就救不了 所以他现在的问题说在哪里 现在大盘的问题 我跟你讲 大盘有个很大的问题 这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新闻 融资一路减 台股爆了信心的危机 有三大原因 台积电一支堵秀 内支大户撤退 人气股失温 这我们都知道 可是大家还没有很小心的是什么 中国间谍晶片 中国间谍晶片 这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过 还有毒药条款 毒药条款 他们在美国做一个所谓贸易协定 里面加了一个反中条款 那未来可能会被复制 在对付中国的部分 那现在还有一个 就是说他说中国有间谍晶片 他说中国生产出来的产品里面 里面有通常那种间谍晶片 你要怎么求证 这没办法求证 就像有那个国际刑警 一个国际刑警什么最高的那个 在中国被抓了 他也是中国人 中国说他犯罪 一样的意思 一样的意思 你把晶片放进去 他说中国给他放晶片 那所以这个要 这个未来搞不好是一个 对中国相关的产品 会有很大的压力 那我知道 我跟你讲这么多 你确定我不知道要讲什么 我跟你讲一个重点 我认为风险还是很大 风险还是很大 虽然跌很深 但是风险还是很大 弹上来先减码 找一些股票放空 我跟大家讲真心话 我跟大家讲真心话 我们有的是机会 买进股票 但是当整个行情 它上面的变化的幅度 是比大家预期中 都来得大的时候 我先跟大家讲反弹上来 还是先布空 真的 这样子会比较安全 会比较安全 就像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 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几两股票 来 我跟大家讲 像这种股票 它今天是上涨了 我们准备空的股票 不是它已经跌很多了 像什么国具啊 环球金啊 那种股票 我们绝对不会去放空 绝对不会 我不会放空这个 我也不会放空这个 结果我们是要找机会去买 至于什么点会买 是一回事 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放空这个 这2492 华星科 这我都不会放 我们如果会放空 我们会空什么 我们会空类似这个 它是上市贵前十大高价股 你看他们发现现在高价股低很快 本益比45倍现金殖利率0.6 那总股动员数一直增加 现在总股动员数加到这里了 特殊股码又减下来了 今天是上涨哦 你不要以为这股票 就是直接下去不会 它现在涨了 本益比45倍现金殖利率0.6 它代表了什么 它代表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现在美国公债殖利率 10年起公债殖利率 已经3.24% 你把钱放在公债 你可以拿3.24的利率回来 那我问你 假设国际上面的股市 出现了一些问题 它不一定会马上反弹或大涨 那你的殖利率低于3.24以下的 那我宁愿去买美国公债 对不对 那它是0.6股价400块 特殊筹码一直在跑 总股动员数增加 这个是起跌之前的 被动元件的样子 起跌之前的细节的样子 对不对 币减金给它空下去 真的 我跟他讲币减金空下去 你现在要算的是什么 你要算的是总股动员数 跟特殊筹码的变化 散户一直在增加 现在要增加到这里了 现在在这里 为什么呢 因为它卖了子公司业外大赚 卖了子公司业外大赚 今天一开高收盘就收下来 他把赚钱的地方给卖掉了 那未来拿什么赚钱 你把你金金母卖掉 那当他卖的那一天 他任列进来的当天 股价都已经爆大量下跌了 更何况现在总股动员数 刚套了这么多人 未来会中错 真的我跟大家讲 有几个重点 也许不会有人这样跟你说 因为大家都希望说 能够买在一个相对性的一个低点 那这样反弹上也可以赚很多钱 那这样子的想法我们也是有 当然我们也是有 不过我们要实际一点 我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角度 来现在台北股市面临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融资一路减 刚刚减完的人他不会马上 他也不会有很多钱去跟你做追价 第二个台积电他已经让指数失增 那业内大户在做撤退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另外中国间谍晶片这个 这很有可能会影响到 相关在中国投资的 相关在中国投资未来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先讲这个殖利率好了 这个10年起公资的殖利率 现在的话是3.24 那这个东西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统计 美国10年起公资的殖利率 在2000年就是所谓的科技泡沫 那时候叫科技泡沫 当时台股的高点是10393点 当时10年起公资的殖利率来到6.8 之后台股从10393跌到多少 跌到3400点 那2008年9859点 马英九当时当执政的时候 那殖利率升到5.2 那跌到3000点 那现在是11000 那殖利率3.24 当然现在殖利率跟这个没得比 可是公资值率代表什么 公资值率代表的 就是当你股票大涨一波之后 已经都涨很多 涨很多 涨很多之后 那你股票因为它如果修正的话 因为东西涨很多了嘛 那涨多之后你的那个 现金殖利率 投资报酬率就会相对变低嘛 如果你长期持有的话 那如果在那个环境之下 殖利率你放在 你去买美国公资值率 它可以有6%的话 那这个比较有诱因啊 对不对 科技股已经涨很多 殖利率又这么高 把殖利率这么高 就是很多钱都拿去买这个 所以它殖利率变高 当时台股从1万点跌到3,400 2008年从9,000点跌到3,900 那现在殖利率3.24没有很高 3.24没有很高 可是不要说多啦 如果从1万1 跌到9,000就好 不要说怎么跌到多少 这两个9,000还是8,500 这就很严重的事情 这如果跌下来是很严重的事情 这整个都跌破掉 那整个信心会全部崩溃 那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环境 全部都想清楚 当然我们也想买在低点 你买在低点的情况之下 你要准备好哪一些是这一波下差的情况之下 很多特殊数码没有走的 它未来可能拉一波很大的一个 暴富性反弹 那就像我跟赖好友分享的这个 对不对 你要去看嘛 到底人家是怎么做的嘛 对不对 为什么原下长不起来 你自己看你就知道为什么他长不起来嘛 对不对 这里面你要去看 看完之后 你先选择 你先选择 对你自己比较有利的 当然大家都会选 我先 我跟大家讲 你选那个对你比较有利的 就是你等到他跌到最低点 你再来买 当然有可能 你刚好没有等到最低点 就是他可能会低点出现之后 我才发现那是低点 那有可能 不过那个时候你再来买也是OK 那你现在呢 你现在可以找一些 像我跟大家讲放空这个 放空同志 对不对 我说这一家我们放空的股票 我绝对不会补 绝对打死都不会补 3552 你看他 他只会 他会反弹 但他不会变高 他不会变高 而且他未来更不会高了 未来更不会高 我跟他讲过几个道理 他去年赚5块前年赚更多 第二季赚0元 第一季赚0.87 第二季赚0 所以他累计是这样子 那以他这样子的获利能力 跟他未来能够配给你的股息 他股价还有七十几块钱 如果第三季的营收 那营收是不是比这个差 当这营收比这个差的时候 公布出来第三季是赔钱 我请问你 现在有这么多股票 赚了那么多钱 他都跌翻了 那我会买其他股票 假设我还有钱的话 假设你是赏户 你还有钱抢短的话 那如果你还有钱抢短的话 那未来什么 谁会选这个 不会啊 因为他不合理啊 他殖利 我跟他讲 来 美国十年群 工作的殖利率是3.24 我去买这个 都不会动 而且很安全 就有3.24% 那我为什么买一个 限运殖利率0.6% 你讲给我听啊 如果别人不会买这个的话 那你就给他空嘛 那你自己去想嘛 你看他们是不是一直在跑 他有持股400张 他不是一张 400块的400张 你知道多少钱吗 那他可能2000张 可能3000张 他减买一点点 散户上来又停损 那这个跌的会很快啊 问题是 你本一笔50倍 现金值利率0.6% 你放10年期公债3.24% 这还会涨 美国说还要升起 未来利息要升到3.5% 现在才2点多而已 那如果是这样 那这个是不是不会跌 你要在下跌之前 你就先放空嘛 我跟他讲放空同志 绝对不会回补 绝对不会回补 总股动人数越来越多 这些人永远都跑不掉 你只有认输认赔的那一天 当你停损放空 你停损多单的那一天 就是我们大众的那一天 真的相信我 回顾一下同志先前100块的 先前利率是怎么空的 罢贵对不对 这一支跟他一模一样的 有没有看到 总股动人数越来越多 就放心空安心空就好 现在上位数 未来会不会三字头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股价 上位数 第二季获利0 几乎0 这30万很少啊 很多人一个月就赚30万了 他三个月才赚30万 对不对 营收获利大幅度衰退 上半年第一季EPS0.87 上半年也是0.87 那请问下半年会多少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7月营收 40个月新低 总股动人数全部套牢 我请问你 汉讯赚10块钱 这么猛赚10块钱 第二季赚0.37喔 他第二季赚0.37 他10块对不对 10块比较多吧 第二季也赚得比较多吧 他第一季赚0.87 第二季赚0 7月营收40个月新低 总股动人数全部套牢 来我问你 汉讯83云赚多少 汉讯83他该多少 我要说二三十 算贵呢 真的算贵啊 现在卖你多少 现在卖你100多啊 真的啦 真的我跟他讲真的啦 汉讯上半年赚10块多 到现在为止 现在汉讯多少钱 汉讯是55块 你有没有看到 他上半年赚10块喔 他现在才55喔 那你看3552 上半年赚0.87 他还75 是不是很贵 贵死了好不好 对啊 真的贵死了啊 那等他整个跌 这一波买进的人 再停损又跌一波 这是我们放空的标定 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个事情是 我们客观合理分析 当然我们的内心 每个人的内心 都希望股票能够涨 因为涨的时候比较好做 可是现实问题 也是事实问题 他就买去就行了啊 他如果会跌 你总不能够 因为自己的期望让自己赔钱啊 所以我跟大家讲 这一波起来你要看清楚啊 你看喔 这散户很多 并不是很奇怪 对不对 他们都是赔钱的喔 他们都是赔钱的喔 那你现在要去看喔 有一些被动元件细菁元 这些人气股 你买太早很可惜你知道吗 很可惜 这里面总股动能数的变化 让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你看这原项 这特务充码一直在走 总股动能数还没有很多 他一旦这个特务充码 一旦停损喔 你会很惨喔 我跟他讲 你要去算未来 我们不要算有自己的 你要算未来 你看喔 他今天是不是做错 那你一定会想啊 他跌这么多啊 你看跌这么多 要不要长短 可是问题啊 我们客观来看 散户增加 他在减少啊 那万一他们这些人 执行停损的话 十五六四百张喔 他现在一直在减少 就散户再增加 那可不是跌很快吗 对不对 那所以我跟大家讲 所有操作 以能够赚钱为主 我们现在 在大好友上面 跟大家分享这个 上礼拜跟大家讲的 那我跟你讲 未来我们会跟大家分享 越来越多喔 越来越多喔 甚至包含IC设计 包含IC设计 有或者包含一些 大家现在很多人 问我的升级股 可不可以买 你自己参考 这种股东人数 跟特务筹码 之间的变化 你再去算你的可行性 你的胜率 当你觉得你胜率高的时候 你就算你做输了 那我们也不 我们也不怨别人 但至少你的数据是多的嘛 你不要闷着眼睛去乱做一些股票 到最后你又赔了钱嘛 对不对 与你分享 一个全新的一个关键数据 欢迎你家我们好友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期段再回来 我们就说 23219933 23219933 今天只说一下点 我跟大家讲 如果你想要一次赚大钱 我们举个例子 假设那个球赛好了 那种NBA比赛 或是什么大联盟比赛 他会有个赔率出来 那赔率是怎么算 就是说他赢的机会很小 他赔率就很高 他根本不太可能会赢的那种 万一赢了 他的机会就会很高 那现在台北股市也是这样 你继续想 大家都觉得 被动物觉得很好 大家都觉得戏机缘很好 这没有错 因为他赚很多钱 可是问题是 你有没有想过 你要赚大钱的那一次机会 搞不好不是 你跟大家做一样的动作 搞不好是你去想 等别人买错了 你再买最后一次 你的赔率会最高 因为大家都认为那不可能 你懂我意思吗 如果在台北股市里面有一个不可能的 不太可能发生了一个情况 那在不太可能发生的状况之下 他会带给你 就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报酬率 那所以你现在 你把筹码算清楚 那个不太可能 大家认为不太可能的事情 万一发生了 搞不好你就是赚大钱的人 你自己看 我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就是这样 你去算被动元件细经验 大家都认为不会跌很多 所以大家都赶快进去买 可是赶快进去买的结果是什么 大家买太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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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这就是你先买的话 你有可能拆到低点 你晚买你可能低点到的时候 你赚不到 就是说他这样子下来 就是说你没有买 你就不会有可能性 买到最低点的可能性 但是我会去选什么 我会去选万一 这前面都不是低点的话 那我胜科买很低 那可能性发生不大 对不对 可是问题他真的来的时候 我会做很多啊 那可是他搞不好有机会发生 是因为大家都算错了嘛 你去算啦 环球金的特务筹码 中国美金的特务筹码 台胜科跟散户的比例 你就知道现在大家要做什么 你看到大家在做什么时候 你先不要进去 因为这个意思就是什么 如果大家都去做一样的动作 你赚钱我赚钱 大家这一笔钱大家分 你抢银行十个人抢跟一百个人抢 大家一百个人去抢 你要分一百个人 你一个人抢就一个人分 当然抢一抢是不行的 我这举例是错误的 我的意思是概念是这样 那如果那个机会就给你当到的 那你就赚钱了 对不对 我跟大家讲一个事情 我给你看你不会相信的 这个是中美贸易大战之下最衰的人 最衰是鸿海集团 这个叫做工业互联网 从当时挂牌20块涨到26块 现在多少钱13块8 你相信FII会跌到13块8吗 不可能吧 没有人敢相信 大家都说会十几只涨一满 结果现在13块8 最后要想到26 好 这叫富质康 富质康跌到0.8 之前还有26块 现在跌到0.8港元 如果你把它换成台币 你要买颗鸡蛋买颗水饺还买不到 你只能够买冷冻水饺 搞不好还买不到 那你这个是夏普 从4千多跌到2千多 这一波贸易大战最衰的是什么 鸿海 被川普害死了 可是问题是 你能想到这样的结果吗 你能想到吗 想不到吗 那万一你中间没想到你买 你是不是都赔钱 那换角度 万一我们先不要买这么费 不要买这么急 先不要买这么急 有一些股票 你敢半坑了 你敢半坑了 万一些重挫你可以先赚 对不对 未来重挫你就先赚了嘛 赚了之后再说嘛 如果真的有低点到的时候 我们再来买嘛 对不对 现在我会帮大家精算筹码 未来我们也会陆陆续续 跟大家分享 除了被动元件跟细菌元 包含以外的一个筹码 最先的更新 被动元件的更新 细菌元更新 MOSIV也更新 其他相关的数据 我会在LINE 还有上面跟大家分享 我希望大家可以做为少数的赢家 你的想法跟别人不一样 也许真的 最后那个买点被我们买到 我们就赢了 欢迎接下来好友 祝你明天 参数说理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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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